大唐第一人君李世民痴迷修道 好奇问像术师大唐在什么时候覆灭 像术师回答三个字 朱扒术 李世民听后以为唐朝万事永存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等安史之乱结束 皇朝开始起兵 见证当年像术师预言的唐朝大臣 才发现朱真的会扒术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历史长河当中 封建王朝总会从一开始的百废戴兴 渐渐变得繁荣昌盛 随之呢便会走向衰败的结局 接着被其他王朝取而代之 就算是光芒璀璨的唐王朝 他也逃不过这样的宿命 说起大唐王朝 很多人会不自觉的 想起唐太宗李世民 他是大唐的第二任君主 开创了贞观之制 也为李隆基时期的开元盛世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李世民除了治国能力出色外 军事上的成就也令人拍案较绝 他精通各种兵法战术 就连军神李靖都曾多次虚心讨教 然而 就是这么一个出类拔萃的皇帝 最终走向了一条修仙炼道的路 并且他还沉迷其中 难以自拔 也正因如此 相处大师袁天刚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说起袁天刚 他年少时有爱读书 精通多种记忆 在相处方面还颇有造诣 在贞观初年时 袁天刚曾遇见一个妇人 当即断定他生了贵子 妇人立即将两个儿子推倒在他跟前 袁天刚却摇头 直到年幼的女童被抱出来 他才玩耳一笑 随即便露出错愕的目光 朝杨氏预言道 如果她是个女子 以后可以做皇帝 妇人告诉了她的丈夫 两人全当袁天刚是玩笑话 但是呢 在女童长大后 他们猛然想起袁天刚的话 到底还是将其送入了李世民的后宫 这个女童后来 也果真如袁天刚所言 成为了一代女帝 她就是武则天 由此可见 袁天刚的相面能力到底有多强 这一天 李世民心血来朝 他在大殿上询问袁天刚 大唐会在什么时候灭亡 袁天刚不紧不慢地 说出四个字 猪上树石 猪是四只行走的生物 它根本不像猫一样攀爬到树上 如此一来呢 也就预示着李唐江山永远不会有灭亡之日 因此 这话一出 李世民哈哈大笑起来 所有朝中大臣也纷纷鼓掌 此时的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袁天刚说的是实话 其实站在常人的角度来分析 袁天刚会对李世民说 诸会上树 呵护常理 这是为什么呢 李世民询问 相树是袁天刚 大唐什么时候灭亡 袁天刚居然回答 诸会上树 他为何做出如此预测呢 所谓能预测天下大事的人物 在一朝天子的跟前 如果不好好表现一番 万一惹得皇帝不高兴 那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掉脑袋的 如此一来 袁天刚只能选择说好话 让李世民开心 才能解决性命之忧 他说的这句话 也确实让李世民很开怀 从这天起 李世民在做决定的时候 总会向袁天刚请教一番 但是呢 袁天刚身为相树师 是有职业操守的 在其他人看来 或许他说的话是拍马屁 但是在他自己看来 他已经将答案说出来了 至于李世民是否能听懂 那就不关他的事了 毕竟天机始终是不可泄露的 那么他说这句话到底有何深意呢 所谓的朱其实指的是一个人 他就是朱温 树呢 则代表的是礼堂皇室 所以朱会上树 也就是指朱温会让大唐走向穷途陌路 可惜李世民到死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而且那个时候的他也不认识朱温这个人 时间来到安史之乱爆发后 大唐开始走下坡路 虽然唐朝花费大量的财力 人力物力平息叛乱 但唐朝已然没有了之前的盛世景象 所有人都在期盼 这场战役结束后 可以过上安定的生活 但是他们到底还是失望了 皇朝发动了起义 如果说安史之乱折断了大唐腾飞的翅膀 那么皇朝起义 则是让大唐弃绝的催化剂 为了拉拢野心勃勃的各方势力 坐在龙椅上的唐朝皇帝 付出极大的心血 可他万万不撑响 朱温竟然将唐朝退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时的朱温原本是跟着皇朝起义的 后来渐渐拥有了自己的军队 他便假意归顺朝廷 而后被封为节度使为大唐效力 虽说他当上官员风光起来 但他始终有一颗想要掌控天下的野心 朱温暗中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 犹如一条毒蛇贪婪地盯着唐王朝 终于 唐朝宗上尉 朱温想获取他的信任 决定通过镇压叛乱 表达自己的忠诚 当时 恰封秦宗全 在蔡州一带作乱 朱温打着大唐的旗号 发起猛烈的攻击 仅仅过去数日 朱温便提着秦宗全的人头 出现在唐朝宗的面前 他以功臣身份 顺势接管河南区域 获得更多的权势 这个时候的唐朝宗 根本没有意识到 朱温到底有多危险 他正在进行削翻 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大唐军队在他的指挥下 全部命丧皇权 还是靠朱温的保护 才侥幸活了下来 也因如此 这位尊贵的帝王 沦为了朱温的俘虏 而朱温则顺利将长安控制了起来 朱温挟持唐朝皇帝控制大唐长安 为坐上帝位 干了哪些丧心病狂的事情呢 朱温将唐朝宗控制之后 将其信任的宦官全部杀害 让唐朝宗的第九个儿子坐上皇位 史称唐埃宗 唐埃宗很年幼 根本不懂国家大事 成为了任由朱温摆布的傀儡 朱温享受着掌控礼唐天下的快活滋味 心中总觉得惶恐不安 在第二年 派手下杀死了唐朝宗的其他儿子 同时呢 他担心唐朝朝臣只效忠于礼唐皇室 影响他日后坐上帝位 于是 一场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 也就是白马一之祸要上演了 这个时候 有必要提一个人 他叫李震 是朱温十分信赖的谋士 早些年间 李震参加科举考试 屡次不中进士 因此啊 对唐朝贵族非常痛恨 也很嫉妒科举出身的朝廷官员 因此 他在白马一的时候 强烈建议朱温将这些人杀害 朱温欣然同意 将裴叔等三十多位朝臣 全部屠杀 李震在旁看得津津有味 他再次站出来 向朱温提议 将死去的朝臣 全部投入黄河 朱温没有犹豫 直接派人将尸体抛进黄河 自此之后 唐王朝彻底地走向了衰亡之路 虽说唐哀宗还坐在龙椅上 但是朱温已经独揽大权 唐朝算是名存实亡了 公元前907年 唐朝宰相张文卫 带领百官劝谏朱温称帝 朱温仿佛受宠若惊 始终不敢接受皇位 文武大臣匍匐在地 跪求他坐上地位 朱温看着他们 无奈地长叹一口气 才坐上地位 其实啊 他的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不过表面上还是要装一装的 就这样 17岁的唐哀宗发配到曹州几银 被囚禁起来 朱温则改名为朱黄 建立了大梁王朝 坐上地位的他 对唐哀宗依旧抱有忌惮之心 在第二年将其杀害 自此 相树袁天罡的预言成真 朱真的上了树 唐王朝走向了穷途末路 那么 朱温坐稳地位了吗 他的下场可谓是大快人心 前花二年 朱温率领军队前往河北援助 被李存茂讨伐的燕王刘守光 原本他信心满满 怎料还没来得及安营扎寨 百来名敌军便突袭而来 朱温狼狈逃窜 自觉颜面无存 患上心病 而且愈发严重 躺在床榻上的他 决定将皇位传给养子朱有文 怎料 这一消息被他的儿子朱有归得知 加上前不久 他被父亲朱温鞭打过 朱温这个时候 还下诏书让他去地方当官 朱有归心中十分怨恨 派马夫冯廷厄进攻刺杀朱温 朱温见到冯廷厄拿刀砍来 到仓皇绕梁躲避 虽然没有被砍伤 但因为身子虚弱 倒在榻上 最终还是被冯廷厄砍杀身亡 自此 推翻唐朝的梁太祖 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所谓的